各位同学好,我是燕秋老师 那今天想要为各位来介绍一些数位工具 可以应用在教学的场域上面的 那之前我有发现MuSonic的一个数位白板 那我之前的影片其实有发过 所以呢,像我在上课的时候 不管是我要录制教材 或者是我要进行远距课程 我个人觉得如果可以把板书写下来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老师其实还蛮喜欢用手写板 透过手写板的方式去呈现画面 MyViewBoard的话这样的一个数位白板工具 我个人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实用 用在我的教学上面 它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辅助工具 但是呢,本机版的 就是你桌机版的MyViewBoard 它其实没有远距功能 它没有分组工具 所以我们之前呢 老师的教学上面从网页版的进去 从网页版的MyViewBoard 我们就可以来使用它的线上分组 可是呢,我最近又发现 他们之前有一个功能叫做数位教室 终于已经是更新完毕了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数位教室 那我发现数位教室呢 结合了这两个部分的优点之外 另外呢,它加了一个很棒的新功能就是 它可以直接进行远距教学 它可以直接进行远距教学 那它的远距教学呢 是由老师的影跟音头出去 对于学生来讲呢,老师是可以封锁 让学生们都没有声音回来 那对学生来讲没有学生的影响 只有学生的声音 老师可以决定我要跟哪个同学通话 那我就可以去单独开启这个同学的麦克风功能 应该说跟其他的 视讯工具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其他的视讯工具呢 它其实是把我的视讯 类似会议啦 我这是会议的产品 那我把会议拿来作为教学用 所以呢,变成很多工具 像Google Meet 进来的时候学生也在 视讯也在 如果它没有关,你会很麻烦 那Vuesonic这一个数位教室 我觉得它蛮棒的地方是 它就是很单纯的让老师专注在上课 学生的部分能够回来的只有音讯 但又不是预设开启 它是可以需要的时候再去把它打开 所以这是他们全新加进来的一个新的工具 就是可以进行远距 那另外呢,我喜欢的数位白板 它其实在线上本来就可以使用 那在上课的当下呢 如果当我在进行远距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把其他相关的多媒体的媒材 放到白板里 例如我要的简报档 我要的网页 我要的影片 通通都可以把它潜入在白板里 我可以在白板里面进行课程的一个呈现 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它还是提供了 我们本来在MyViewBall里头的web版 它本身就有的分组功能 分组白板工具 所以这个部分它也是保留在数位教室 所以老师大概简单试用过后 我觉得数位教室还蛮特别的 也让各位可以有多一个选择 我们在视讯工具上面 有一些不同的一个 solution 可以来使用 所以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怎么使用 那如果你曾经注册过MyViewBall的话 同一组账号是可以同复使用的 或者你可以接接到你的Google账号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画面的部分 首先你进到这个画面后 它是ViewSonic 所以请你记得到ViewSonic的官网 进到官网里头 好 进来之后呢 请你往下滑动 往下滑动呢 这边就会有个叫MyViewBall的选项 这里好 MyViewBall的选项 你点进来咯 好 点进来之后啊 好 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可以直接进到MyViewBall的一个后台画面 那进来之后呢 如果你的语系它是英文的 右上角可以切换 可以切换 另外的话呢 记得要登录哦 老师现在已经是预设式登录的情况了 那我登录进来之后 老师讲的就是之前 而且我们在其他的影片中有介绍过的 就是这一个数位白板 线上版的拥有了分足的白板功能 好 那旁边这个数位教室 本来是一直没有开通 它现在已经开通了 那这个数位教室是做什么呢 它就可以让我们来进行远距教学 保留了数位白板的一些功能 并且再更新加上远距的这一段 所以我觉得它蛮特别的 那想说花一点时间来玩看看 那推荐给各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位教室 当老师进到数位教室里头后 这里呢 其实维持着MyViewBoard的一些基本的界面 长得其实还是跟之前的MyViewBoard是差不多的 那您进来之后呢 来看左边 我们先看一下界面 界面的部分的话呢 左上角这一个 好 左上角这一个位置 同学会看到的是 有学生数 区块的文字部分 它连同分组也把它放上去 也就是指如果你现在分了四组 我现在分了四组 我分了四组后 它的文字讯息就是有分四组 好 那我先不要那么多 我先用两组就好 就点选下方的这一个公开聊天室 好 我点这里哦 例如说有听到老师讲话的 请在公开聊天室里头回复一下好不好 回的有就好了 或是回一个随便打个数字 老师知道你有听得到好不好 好 有听到老师声音的这边可以打字 所以呢 我现在讲话这边就会 等会老师们就会在这边回复哦 好 那下面这里的话 有一个切换到老师或小组的画布 指的是这个画布 一般预设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的是老师的画布 所以呢 这边的话请你先预设 这边先请你预设老师的画布 好 所以这里可以换 这一个指的是列表 这一个指的是分组 那因为我现在在讨论是 所以这个可以点一下后 这是公开讨论式的部分 好 界面这边先懂 另外的话中间这一段 中间这一段就是工具箱 好 下面呢它有一点点的更正哦 老师先搬走一下 下方的地方的话 这边是你现在目前的白板的页面 所以老师可以把它展开 点上面这一颗哦 再点一下可以关掉 好 这是你的背景 可以换背景 旁边这里的话就是切换模式 跟提醒学生注意 这是一些功能 我们等会来说哦 好 往上看这边 它有一些它的截图跟录影 跟右侧好 那这界面大家先懂了后呢 当我现在 哇 老师你可以一直不要有声音出来吗 我先把你的 我先把你的声音关掉好吗 对 那像现在可以画 我先让他们先 就是举手功能先拿掉 然后我希望他们都不要画画 好像都不要画画 我们可以把它静止掉 这一颗是静止 静止 就是都不能画都不能画 我们先把它停掉 好 那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 如果老师已经在这个环境了 standby后 我要请学生进来上课 我怎么样让学生可以进来 我怎么样学生可以进来 来 老师们都在右侧 都在右侧这个位置 你会发现右边啊 会有这一个箭头 这里有一个箭头 你可以来点它一下 好 点了这个箭头 它上面会出现ID 老师记得点一下这个画面 来 就是这一位 加入互动白板 我们这边的话会出现的是 互动白板的逆称ID 旁边有一个就是QR Code 我们可以用手机的方式来扫QR Code 可以进来 另外的话下方就是网址 好 是网址 来 我最后一次给你们看哦 如果是学生的角度 那学生QR Code也可以进来 学生可以进来 来 QR Code的角度 扫了就可以 我们现在看的是学生端 好 那这边访客 然后登入 好 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 老师的画面 就是学生的画面 应该怎么说 学生端的画面 那我用网址 那等一下你们可以用手机 连进去都是可以的 好 当老师进来之后啊 这个界面等会 我会显示的是 我的MyViewBoard里头的画面 那这边老师先写个字好了 好 有听到 回训 好 在文字区回复 好 我们回去看上面的 来 你看 这是老师的画面 所以我们 对不起 学生的画面 学生看到老师的样子 所以我进来之后 左侧看一下 小组 小组大家会讨论 然后呢 另外上方 因为我现在没有把 我的视讯打开 等一下我把视讯打开 给各位看 好 然后这个是举手 举手 学生的部分 好 那学生因为被我隐藏了 现在不能画画 所以呢 这些功能 目前都是不能用的 那学生这边可以回复 例如说我们到公开聊天室 有 他就可以回复 好不好 可以回复 那他们没有听到原因是什么 我带他讲 来 所以这个界面 我们先知道一下 我们先回来咯 那学生为什么没听到 原因是因为右下角 来 全新功能 这是他 这是新的哦 这一颗压下去后 它可以做什么 它可以让您开启视讯 开启音讯 所以这时候啊 老师就给他点一下 点一下 好 那这个位置啊 可能等会一下 因为我现在的画面有 我先把它关掉哦 这样两个就不会重叠到 好 来 这一颗 这个是可以开启你的麦克风的 摄像头的 这一个的话 则是您的 就是声音的部分 所以老师记得这里要开着 好 这边要开着 开着之后呢 这边就会有 好 就会有 来 我再重新整理一下 因为我刚才开了另外一个录影 所以我的 我的webcam 现在是被占走的 老师重新整理哦 对 所以如果你发生 跟我一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只要重新整理就好 学生进来的ID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 所以学生会再进来 好 会再进来 我再开一次咯 来右侧点一下 好 等他一下下哦 他会另外跑出来 那他如果认到了 我认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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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来 等一下声音我再把它下晕掉 好 像我现在进来之后 你看就会看到老师的影像 这一个 就会看到老师的影像 那这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学生看到我的样子 好 另外的话 麦克风也有 好 来 同学 有没有听到老师的声音 对 请你在那个文字讯息讯息区回忆一下下 好不好 大家都用我的分身我的合体是怎么回事啦 有吼 有吼 来 这就是你在进行虚拟 应该说数位视讯的时候 远距的时候的做法 很特别很特别的一套软体哦 因为一般的工具都是双向型的 那这个算是有点半单向 半单向 老师的影像是可以传出去的 老师可以传出去 然后老师的声音也可以出去 老师不要影像也没有关系的 然后这个就可以把它摄像头预览关掉 左边的地方是学生 好 下方是你的文字区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画面 来 这边 你看 这是学生的 学生的部分就会看到老师的影像了 对 然后呢 如果我要举手 我举手 好 当我举手后呢 回来 学生这个地方呢 他也会有一个举手的功能 好 其他老师帮我举手一下 这边 他有一个举手的工具 那当他举手后啦 你看我点一下后 好 我就如果不理他 就是解除静音的意思是什么 解除静音就是放下手 放开你的手 OK吗 把手放下来 放下 但允许通话就是 如果学生有问题需要讲 那他举手我就要跟他通话 来 谁要跟我通话 我看看看哦 好 我允许通话咯 当你按下允许通话的时候 他就可以跟你讲话 可是因为我现在把麦克风 我怕他会有回音啦 因为老师现在有开 同时开另外一个画面 他会有回音 所以这时候如果我把通话的工具打开后 那对方呢 他会弹跳出一个通话的选项 就可以进行通话 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跟我通话 那如果你要取消通话的话 你就按下静音 这样就可以了 就把它关掉 就把它关掉 好 所以这边的话 点了他后 就可以决定要不要跟这个学生进行通话 好 所以这是我们平常一开始进到这个数位教室里头 同学们可以设的部分哦 对 学生进来 老师确定有哪些人进来了 然后呢 左下角这边都可以设定哦 好 那这个我先把它关掉一下 先把它关掉 放在右下角 好 就是让他画面预览先不要看 不要干扰我 来 那我们进来之后啊 首先因为刚才有所谓的组别的观念 所以呢 学生们 他可能就会是有组别 那组别的部分的话 你点了这个分组 OK 现在目前有两组啦 所以有一个同学在第一组 两个同学在第二组 但是不影响上课 上课的话大家都会在 好 那你就可以从上面去看 这可以托一哦 你可以托一下 看大家现在的组别怎么样 如果你要分组 要改人的位置 您只要按托放 来 我有听到回音 我把它关掉一下 来 按托放 大家就目前被集结在同一组 好 目前被集结在同一组 那学生离开可以随时进来的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的一个准备画面 我可以把它准备画面 好 那准备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授课咯 好 怎么授课 他这里的授课方式是这样 好 刚讲的第一个功能就是他可以直接就是视讯咯 第二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是来在上方 上方这里有一个很棒的功能叫录影 录影画面 他可以把你现在在讲话的课程内容的影像录下来 所以你只要点这一颗录影画面 点了他后呢 他会弹跳出分享画面的一个视窗 点了第一个你要的是整个画面 按一下分享 好 那现在就在录了 那他最多是录60分钟了 大概一节课的时间 一节课的时间 好 所以他现在就在开始在录影 然后呢 让他录哦 让他录 所以我就上我的课程 那我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用白板来教学 例如说我教数学啦等等的 我就可以用白板来教学 直接用白板来写 直接用白板来写 好 那再来第二个 如果老师现在上课的时候需要一些简报来辅助加强 好 我们可以从左侧这个工具看一下 左侧工具的部分的第一颗叫做 就是线上教室档案管理 您进来之后只要点选开启 开启 点它一下 好 进到开启里面后哦 他会问你本机还是云端 老师先选本机 然后选一个简报档 那记得他简报支援的是PDF档 支援的是PDF档 好 这样档案就进来了 你可以勾选你要的 所以例如说 好 我只要一二三三页就好了 我只要三页 好 勾起来之后 按一下取消工具 按一下汇入 好 这个时候就会帮我们把简报档的内容汇入到中间的白板区域 然后汇到中间 那汇进来后呢 我就可以进行课程 可以跟学生介绍我这个简报里头的内容 所以它比较像是 课程内容依附着画面白板来呈现它 它的白板其实就是我们的共享画面的意思 好 那你看一下另外一组 就会看得到 你看这边 它的白板就是共享画面的意思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个共享画面去看到老师的教学内容 那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的教学内容部分 好 教学内容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好 我们再回来 好 那老师就可以开始上课 那上课的时候一样嘛 难免会需要针对我的重点去做标注 好 这时候我就可以过来 来 我们今天教一下行动随拍随减 你就可以直接画 直接写重点 那如果你要下一页的话 下方就可以下一页 一此类推 就可以继续上课 继续讲内容 好 那如果讲完之后这门课结束了 我们上面的录影就可以先暂停起来 好 老师先把它暂停 这样比较不会浪费我的那个频宽 那我先把它停掉之后 来 这有个下载 你可以上传到Google Drive进行备份 我也可以直接下载 好 那我下载给你们看一下 他也可以QR Code分享 学生就可以直接拿走 那他拿到的影片格式叫WebM WebM的话 如果你电脑里没有预设的播放软体 请你用Chrome 用Chrome就可以看了 就把它拖到Chrome里面就可以了 好 老师把它save起来 存起来就是我们刚录的 好 所以我开一个浏览器哦 来 我们把它丢进去 你就会看到就是长这样 OK 好 这是我上课的时候的过程 他要帮我把它录下来 好 再回来咯 再回来 好 那这个是老师单项教学的时候 把内容分给学生的 单项教学型的 另外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学生可以共同参与 来 同学 老师刚介绍的是ICT的观念 那ICT的话呢 它是由资讯的科技加上通讯的技术 合成的一个学理 一个零 一个学理 好 那老师想要请问你们的是 就你们知道的资讯工具好了 就你们知道的资讯工具或是 实物上的情境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资讯科技加上网路的通讯 可以造就出什么样的情境 如果你有想法的 请分享给老师 例如说 我可以加上手机的APP 然后加上网路的传输 做成什么 相簿分享 相簿的分享 类似这样的逻辑哦 好 那老师想要你们可以举个例子给我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先开启小组的画布给各位来使用 好 那小组画布我们看一下左下角 左下角这里呢 是老师目前的画面 这个切望可以到学生 那这个是分组 这是列表 就是等于是分组列表的功能 那这是把所有的举手都关掉 跟让大家共笔的功能都关掉的意思哦 好 那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快速预览 快速预览到大家看到画布的时候的样子哦 好 那一般老师的画布要不要出现 还是只有小组就好 那这边也可以放大全萤幕预览 ESC离开 好 那我们现在让学生来写了哦 所以呢 目前的学生们就可以来编辑 那编辑的话呢 老师这边就可以切换 切换到小组的画布 你看没有 切换到小组的画布 好 同学们可以上去画一下 分享一下下 好 去画一下 分享一下下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我现在已经把功能打开了 老师 这是老师的哦 我现在是功能打开着哦 就是没有红色的代表是分开的 就是我已经共享了 所以我现在是可以画画的 好 当我画画的时候呢 Google云端硬碟好了 所以我们搭配什么呢 我们搭配的是 好 云端硬碟 对 我搭配云端硬碟 好 加上网络的传输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资源共享 资料共享 好 这是学生写的哦 学生写的哦 好 来 那我们回去看咯 回去看看 好 回去看一下老师这一段 老师这一段的话呢 我想要看到学生的部分 很好很好 你看大家都写咯 好 我们要展开一下 好 展开之后呢 你看这边 为什么 你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 你是抄我的吗 谁抄我的 好 跟我的一模一样 也是云端硬碟 你看 云端硬碟 大家资料共享 我也是写云端硬碟 要资料共享 你抄我的 好 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 学生们所写出来的结果 透过这样的一个白板 一个画布的方式去呈现它 好 那如果要离开的话 就按关闭 就可以把它关掉 所以呢 学生的画布的部分的话呢 是从这一颗 从这一颗您可以看得到 它就不再像是 本来界面的呈现方式 它透过这里来调整 好 那如果我们要来做一个 Ending的时候 来 老师要加一个 空白的页面 下方四分之三 这个点一下 点了后呢 右边这里 就可以再加一个画面 加新画布 好 加了新画布 再点一下这里 可以把它关掉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写总结 好 老师们 如果想要 针对总结的部分去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的话 进来之后你就可以写字 好 我们来做总结 好 总结部分是什么样之类 你就可以这样子讲课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视讯工具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用 挺好玩的 好 所以这几个工具的话 就是让各位大概体验一下下 在视讯这一段有这样的一个工具的使用 好 那老师如果现在要下课啰 如果要下课的话 我只要把 叉叉按掉就好 这个画面关掉就好 学生们会被我踢掉 你看哦 我现在这个画面的学生是还在的 好 回来咯 关掉 好 同学们下课咯 好 来 点一下 关掉就可以了 好 离开 当我离开之后 你看一下我们另外一个分页 进来之后目前是离开的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里头嘛 那之后学生如果还要想再进来的话 他其实是进不来的 因为我已经离开了 所以这个课程他这样就算是 关掉 他就关掉了 这个是一个蛮新的一个 视讯的方式在教学端 那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他跟其他的视讯工具比较不一样 好 他刚才有多了一个 他有进行远距的部分 所以他可以进行远距教学哦 第二个部分的话 他可以进行线上的分组白板 分组白板功能他还是有哦 好 那刚才有看到他可以录影 你可以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中 可以把它录下来60分钟 第四个呢 他可以支援 我们的一些媒材 媒材放入 那媒材的部分的话 老师刚才有讲了一个PDF档 之后呢 我们可以放到影片 我们可以放网址 我们可以放照片 他其实能够用的情境 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入门咯 先让各位知道一下 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跑出来了 那资讯科技工具的领域 当然有很棒的厂商在帮忙support 然后呢 可以做很多新的工具出来 让我们老师们 或是有需要的人可以来使用 我真的觉得这些非常好的一种 就是共生共存的一种环境 那很棒 所以呢 也很感谢 比如说你可他们 可能这样子来帮忙 就是资讯教育这个领域 推出不同的新工具 那目前还是免费的哦 目前还是免费的 因为他在防疫期间 还是可以让各位来使用 所以呢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各位来玩看看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需要讨论的部分 也可以跟老师来进行分享 我们再一起去发掘 更好用更棒的工具 还有适用在不同教学情境场域的一些使用的方法 好 那今天教育到这边结束了哦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